前面岛屿上发现一个中部士兵 全速前进 前进 快 快 上山 是 这边 这边 别动 你杀了我三个士兵 我要让你死得很痛苦 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 我那一传的地上 都被你们给杀死了 再人说 都生好几千个地上 都让你们给杀死了 他们该死 你们中国人都该死 去死吧 宗教 走啊 走 你 来人哪 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快 快啊 抓住他们 杀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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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呀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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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放心吧 这个山洞鬼子找不着 就先到这儿 兄弟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谢谢你 就别说客气话了 兄弟 你为了救我得罪了日本人 以后你的日子怎么过下去 没有你 我照样杀日本人 继续搜 兄弟 先待在这儿别动 我出去看看 好 没事的 兄弟 天快黑了 这帮苦日大也该撤了 你腿怎么样 被日本人开枪给打伤了 好 这 这 这怎么办呢 我 这么着吧兄弟 你先待在这儿 我出去给你想想办法 好 好 好 请进 田教官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田教官马上就要下课了 二位稍等 姐 这是我的小儿子叫田北望 前些天在海上打仗受了重伤 训国了 对不起啊田教官 北望是卫国捐躯 我想得开 如果我要早知道您儿子的事情 我们就不来打扰您了 嗯 没关系 你们是不是来打听 刘公岛那边的事 对对对 洋人的报纸上说得挺邪乎的 什么全军覆没 什么丁军们自杀 我们不信 就想找您来问问 我们就是想拜托您打听打听 得胜他们在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刘公岛确实已经陷落了 丁军们也训国了 那那些当兵的呢 说起来很是惭愧啊 刘公岛大多数官兵 都接受了日本人的劝降 自动放弃武装 估计伤亡人数不会太多 可是那些洋人的报纸上还说 有几艘军舰被击沉了 得胜哥他们 会不会在上面呢 我这就去打听 一有消息 马上通知你们 谢谢您了田教官 但愿 但愿没有他们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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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嗯 来 哎呀 哎呀 有点烫 怎么办呢 哎 哎 兄弟兄弟 是我 是我 兄弟别紧张 我帮你请和老先生 来给你看个招 啊 老先生 麻烦你了 不说客气话 来看看你的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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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我叫柳德盛 天津小战人 哎 你就叫我海旺吧 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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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还在折腾吗 今天没干减了 不过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我看 这待不住了 他们抓不到你 这帮狗人打 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小伙子啊 先用药酒洗洗伤口 然后上点药 有点疼 忍着点啊 好 来帮个忙 好嘞 兄弟 再疼要忍着 声音大了 外边就能听见了 来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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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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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开门 快开门 谁啊 我 快开门 快走啊 我们的你死不回来了 快开门 这走后门 你干什么呢 快开门 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呢 这么半天不开门 赶紧进来吧 天都快亮了 你干什么呢 怎么这么半天再开门啊 家里藏着个小白脸啊 我得让他走啊 才能让你进来呢 谁知道你犯神经 大半夜跑了 再说了 这年月不知道是谁 我敢开门吗 贫嘴 宝贝 这回我差点见不着你了 怎么着 你还真打仗去了 说来话长啊 想都不敢想 船上的人 差不多都死光了 我能活着回来 就是万幸了 那 那两个大财主家的公子哥呢 也死了 早就都鲑鱼了 我能活着 你精心物色的两个摇钱树 没了 摇钱树有的是 只要我牛灯营活着 就少不了你的银子花 宝贝啊 我都快想死你了 瞧你这个身的臭咸鱼味 去去去 洗干净了再碰我 好 我洗 我洗 等着我 马上就好 芬兰 吓死我了你 我是来给你报信的 这要是别人 我肯定不会告诉他 什么事啊 我说你不许着急 你到底说不说 我说 你替我报手秘密 快说 行 被杨水师在刘宫岛打了败仗 你哥和德胜哥现在生死不明 什么 不是说话不着急的吗 你这么大的事我能不着急吗 你听谁说的 这是我姐从杨人的报纸上看见的 爹 你 我 我以后什么事都不告诉你 来 我来 我来 光有啊 这还没到郁阳的季节呢 你这忙活什么呢 用那洋人的说法啊 这叫搞实验 我把那台湾林老板的过海香 和日本的那个富士金刚 跟咱家的白玉珍珠都种在一起了 然后呢 叫他们互相授粉 杂交 看杰出的稻子 到底是什么成色 你先把这事放放 去打听打听 德胜在刘宫岛那边怎么样 也不知怎么了 这几天我总是心慌 你放心吧 德胜没事的 让你去你就去嘛 磨蹭个什么 好好好 我去我去 嬴瞧 给老爷把马挂和帽子拿来 小孙说了 想打听他们的消息 去找那个田教官 田教官 好好 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老爷 李老爷有急事找您 让您到大门口去呢 好 哎哟 三德呀 屋里坐呀 还坐什么坐呀 都急死我了 李老爷 什么事这么急呀 听说刘宫岛啊 让日本人给占了 咱那俩孩子下落不明啊 那可怎么办哪 那那 说是小孙儿先打听到的消息 咱们赶紧到高家去问问吧 那赶紧去 走走走 老爷 嬴瞧 千万别跟太太说啊 哦 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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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 湛魁和德胜在哪儿呢 就是啊 那你这这这 这这事 谁告诉你们的 你们家记事说的呀 高记事 我打你个不得 杀了高大人 高大人 你谁啊 你谁啊 高大人 你打死你 我大人 高大人 你弟弟 高大人 您说句料底的话 那湛魁和德胜是不是出事了 师叔啊 洋人的报纸上胡说八道 你们哪能听风就是雨啊 那刘宫岛是不是让日本人给占了 是啊 湛魁他 我说德胜和湛魁虽然是你们的孩子 可我比你们更了解他们 就凭他俩的机灵劲 刘宫岛即便是被日本人占顶了 这俩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大碍 是 把这事搁在心里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高大人 您的意思是说 湛魁和德胜没事 是啊 你们就放一百个心吧 如果他们有事 这水师衙门不早就有信来了吗 什么事 都请回吧 告辞了 告辞了 高大人 如果来信的话 麻烦你找人跟我们说一声 这 天教官呐 你来的这 天教官 那湛魁有信了吗 天教官 我家得胜 有消息吗 好 到屋里说吧 好好好 这 你赶紧回家看看你娘去 快去呀 走走走 来 快 兄弟 你在找什么呢 害怕 我身上有个小红布包 你见到没有 红布包 没见过 没见过 已经掉到海里了 是什么东西 一包倒骨 嗨 我还以为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呢 你不知道 对了 这个地方咋不能久待了 咱们到了晚上 带躲个地儿了 就这样 就这样 我大清整个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威海卫刘公岛 也落入了日本人手里 水师提督 丁汝昌 也吞鸭片自尽 得胜和湛魁至今 音讯皆无 那这 这不说湛魁 北叔 散德 慢点 来 您先坐 这这这 德胜和湛魁凶多吉少了 大叔 你先别着急 他们到底怎么样 官府总得有个文书过来啊 小四姑娘说得对 真要是德胜和湛魁有什么差错 官府总会发公文公告 那只好听官府的信儿了 广有啊 你也不想想 整个北洋水师都完了 提督都吞了鸦片了 德胜和湛魁能好得了吗 李叔 你千万别这么想 德胜哥跟湛魁哥走的时候 去周公祠烧的香了呀 周公祠很灵的 一定会保佑他们平安的 对对对 赶紧去周公祠烧香 祈求周公显灵保佑 逢凶化吉呀 我们告辞了 不速 走走走 告辞 告辞 慢走 慢点 天教官 请坐 天教官 据我所知 北洋水师的军舰都是从德国买的 号称是亚洲第一 怎么就输给小日本了呢 您老有所不知 按照军规 总兵以下各舰官兵 理应常年住在舰上 但北洋水师的官 大部分都住在岸上 他们没有心思练兵打仗 个个都忙着挣钱娶仪太太 甚至吸食鸦片 上行下效 这样的队伍 怎么能够打胜仗 遭孽呀 那李中堂 怎么不管一管呢 机重难返哪 北洋水师 就是李中堂的心肝宝贝 他哪舍得拿出去打仗啊 平日里 总这么宠着惯着 日本人打上门来了 这才不得不拉出去应战 这样的队伍 哪能不吃败仗呢 更要命的是朝廷啊 皇上决心要跟日本人打 太后老佛爷不愿意打 就这么左右为难 手术两端 大本营指挥又屡屡失策 哪有打赢的道理啊 怎么会这样啊 这皇上 皇太后老佛爷 一向英明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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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老爷 嗯 嗯 圣爷回来了 真的 真的刚起家门 哎呀 周公显灵啊 周公显灵 我家得胜回来没有 还没来得及问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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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老爷 你慢点吃 来 别噎着 来 哥 吃点肉 怎么饿成这样啊 哎 老爷 儿子 站魁 爹 儿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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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说什么呀 爹 怎么了 你倒是说话呀 德胜哥怎么没回来呀 你倒是说呀 德胜哥呢 说话呢 德胜哥呢 德胜他没事吧 没事吧他 湛魁 是 湛魁 德胜他回不来了 姐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他为什么回不来呀 为什么 为什么 别急 别急 湛魁啊 别着急 慢慢说 到底怎么回事 湛魁啊 你慢慢说 是啊 我们在海上 日本军队打过来了 我们的船被炸了 我跟德胜都跳进了海里 这时候 狼心狗飞的日本人向我们射击 德胜 德胜不伤了 他的腿 他的腿中弹了 血 我们周围都是血呀 我拽着德胜使劲地有弄 德胜 德胜 德胜没了 德胜没了 我拽他 我找他 我喊他 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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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什么也没拽脚 对了 德胜 我的德胜啊 你死得太残了 得胜 李章葵 你就把他丢下 一个人回来了 我当时真的找他了 那以后要见人死要见尸啊 你后来上岸以后 你有没有再回去找他呢 找了 这海面上全都是日本军舰 大伙都在逃命 我怎么找 别人不管他 可你不能不管他呀 我 如果要是得胜哥 他绝对不会这么做 花儿啊 别逼他了 回了一个 总比都不回来强吧 可是他们两个是一块出去的 就应该互相有个照应吗 这李章葵 就算得胜哥真的没命 你也要把尸首给我背回来呀 跟我姐和刘叔 你都得有个交代 你知不知道 小花儿 当时海面上全是尸体 你让我怎么找啊 有得胜啊 我的好儿子 刘叔 刘叔 我得胜哥他不会死到我 我相信他还活着 对 小孙说得对啊 得胜的水星好 海水淹不了他 也许啊 过两天他就能回来了 只是暂时没有消息 可是他中了子弹了 刘叔 刚才掌柜不说了吗 子弹只是打在他的腿上 我是他师父 我知道 他的武功啊 那点上 要不了他的命 放心吧 真的 他不会死的 他肯定还活着 我只有死的 他肯定还活着 快点 上下 速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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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是 快 追 是 快 排放 还有多久能到 再等吉利界咱就安全了 好 走 糟哥 这日本船怎么又来了 怎么办 快 下水猫起来 快点 喂 你干什么呢 打鱼的 那是什么 鱼网 那个呢 鱼骏 什么都没有 走 那我走了 走 没事了 快 快上来 没事吧 咱们走 快 兄弟 日本人把守得太严了 看样子您一时白会真的走不了了 就先在这儿 忍些日子吧 我就希望赶紧回家 我知道 你是归心思见嘛 可是一旦让日本人抓住了 这命就没了 就先在这儿待一下日子 但我留在这儿 只会给你添麻烦 万一被日本人抓到 那可就 走一步算一步 如果再有什么风吹草动的 咱们再换个地方 你先躲起来 我出去看看 好 朕葵拿着 这寒海日志 是牛灯营临阵脱逃的证据 一定要活着回去 把它交给水师衙门 听到没 来 来 来 少爷 水烧好了 洗个脚吧 到 谢谢菩萨保佑 我儿子平安回来了 我儿子平安回来了 谢谢菩萨保佑 谢谢菩萨保佑 我儿子平安回来了 谢谢菩萨保佑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儿子平安回来了 哥 你怎么能把得圣哥 一个人撂在哪儿呢 怎么又是这话 好像我存心似的 我不也差一点落进海里吗 我知道 可你毕竟是胡愣个儿回来的 得圣哥 生死未明 哥 你得去一趟得圣哥家 我是有去的 我明天一早就去 得圣哥这一家 今天晚上可怎么过呀 谁 兄弟 是我 好 饿坏了吧兄弟 我给你整了点吃的 拿了身衣服 还望 谢谢 你这腿让海水一泡 是不是更严重了 没事 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日本的军舰在海上 横冲直撞的 不管是渔船还是商船 都进不来 出不去 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都说水师提督 定如常大人 吃鸦片自尽了 被羊水师全局覆没 日本人俘虏了军舰上的所有官品 用头巳 Infinix 将来 人俘虏有 언제 做了日本人俘虏 哪'和娱样 真正 兄弟 你算是命大 强 됩니다 一旦遇中算是捡了一条命 我命大 我窝囊啊 兄弟 兄弟 别激动 对了 日本人到处在帖通缉令 通缉你的一百大洋 你看 你杀了几个日本兵 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海王 日本人也见过 你也得当心啊 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不了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我发誓 只要我能活着回去 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你还能活着 盈强 跟我出去一趟 太太 你要去哪儿 听说李三德家的湛魁回来了 德胜怎么没有消息呢 问问他去 谁说李湛魁回来了 没有 昨天大山子和小篱笆嘀咕的话 我全都听到了 您别听他们瞎嘀咕 盈强 你跟我说实话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 没有 真没有 没有 从你的眼神里我就看得出你在说谎 德胜到底怎么了 他出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 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家里吃饭了 太太 老爷不让我说 你给我说 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家里吃饭了 你说你哭什么呀 你哭什么哭还不跟我说 快说呀 老伴儿 你就别逼他了 我就跟你说了吧 德胜怎么了 出事了 德胜在柳空岛打仗 受了伤刁的海里了 那 那人哪 他现在人哪 人飘到哪儿去了还不知道呢 那 那 那就是说 德胜 德胜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是吗 德胜妈 你千万别着急呀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能不及吗 我说他娘啊 咱们德胜啊 是听朝廷的命令 为国家去打仗的 你说他是当兵的 战场上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啊 德胜要是有个后代 我还怎么活啊 德胜娘 德胜 夫人 老伴儿 你别急 我要儿子 希望还是会有的 我要儿子 把夫人扶进去 德胜 我要儿子 兄弟 是我 快开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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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赶紧给我上山 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别提了 村里有个狗日的 为了领赏 这日本人告密了 快 跟我走 站住 站住 快下 快下 别跑 快追 在那儿呢 快 快追 快 站住 快 快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 快追 走 走 快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天一亮 日本人就回来搜山 你赶紧回家吧 赶紧走吧 不走 你不走 你老婆孩子怎么办 你为了救我 你已经尽力了 我能活到今天 我已经很感激了 你走吧 我不走 走 不走 走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 并不是因为你是北洋水师的军官 我 去绿顺老婆家作乐 曾赶上够日的小日本打绿顺 我 那宝太像雨点般的落下 我媳妇 她肚子里的孩子 还有她姥姥 究竟全家都没了 八条人命啊 我发誓 你要为他们报仇 我岂也瞧见你杀了几个日本鬼子 你十条汉子 你活着 兴许还能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为我报仇 就为这一点 救你我一定要救到底 兄弟 你活着 爹 天教官来了 天教官 里面请 请 天教官 来 上午刚刚收到 刘德胜的镇帮通知书 这怎么会是这样呢 真是要人命啊 我刚刚接到儿子的 这也有看到学生的 谁能想得到啊 刘德胜可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 想不到第一次上战场 就为国捐躯了 你说这件事 怎么跟刘德胜家说 怎么跟小碩姑娘说 您打个主意吗 得胜的爹娘年事已高啊 得胜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啊 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 这事迟早要让他们知道 爹 是不是得胜哥出什么事了 爹 是不是得胜哥出什么事了 别再藏个掖着了 早晚得知道 这是官府来的宫文 得胜他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爹也不希望这是真的 这不可能 可打仗 就是打仗 打仗就是这么残酷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二姐 我说小花你就别再哭了好吗 爹可指望你去安慰安慰你姐姐 快 快 二姐 爹 爹 孩子啊 快去孤儿院 把你姐姐给叫回来 先什么都别跟她说 快去吧 我不去 为什么 爹 我怎么跟我大姐说呀 他 我爸 爸 我爸 我都生不了了 我去跟小孙儿姑娘说吧 这事 我经历过一次了 好 孙儿那边 我就拜托 天先生了 那德胜家那边 就烦劳高大人 多费心了 好 贝尔森布施 贝尔森布施 海王 你好好久不见 是啊 这个是个兄弟 日本人抓他 能不能在你这儿避避难吧 你是渔民对不对 不是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 我是北洋水师的见习军官 我杀了日本人 对 如果是这样 你不应该到这里来 你们跟日本之间发生了战争 我们是中立的 我爱摸你 贝尔森布施 你总说上帝会救人 会救世界的 怎么这会儿就见死不救了呢 这跟上帝没有关系 这是战争 况且日本人很不好打交道 你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海王 听我说 别求他 贝尔森布施 走吧 贝尔 什么上帝 虚伪 等一等 年轻人 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太虚伪 虚伪 我不在乎你对我的评价 我想知道你在哪里学习 他是北洋水师学堂最好的学生 您真的忍心见死不救啊 等等 年轻人 跟我来吧 跟我过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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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我受得了 我受得了 求求您取出来 把我受得了 好吧 让我们来试试啊 忍住 要忍住 我忍不忍住 我忍得住 我要回家 我也要忍住他 你 取出来了 没事了 没事了 瞧瞧 这是日本人给你的礼物 姜 等我打完仗立了功 我堂堂正正 微风凛凛的回来娶你 姐 姐 爹让你赶紧去一趟 得胜跟她娘不行了 都背过去好几回了都 走 得胜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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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嫂子 得胜她娘 得胜她娘 光荣 光荣 我要儿子 莉凡 得胜她 光荣 我要儿子 娘 我要我的儿子 娘 你别怕难过了 孩子 得胜她走了 她走了 娘 老师大嫂子 您说啊 听到心里后 都昏过去好几回了 您说可怎么办呢 我要我的儿子 她真是伤心过度了 那有什么办法吗 有办法 咱们 先让她睡会儿 来来来 先帮我把她扶起来 快 被对着 我要我的儿子 怎么样啊 好 快 扶她回去 扶她回去 慢点啊 谢谢毕师傅 好 别客气 别客气 刘伯伯 伯母怎么样了 没事 刘伯伯 我爹和我娘 让我们先过来 看看您跟伯母 明天一大早他们就过来 谢谢你爹 谢谢你娘啊 没事了 放心吧 孙儿 战魁 刘伯伯 我跟得胜是患男的同仆 得胜回不来 从今天起 您就是我亲爹 伯母就是我的亲娘 这一辈子 我要替得胜 孝敬您二老了 好 掌魁啊 掌魁 快起来 快起来 孩子 掌魁 来 好小子 有种 你知道吗 好小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 你先歇着 我回去休息了 孙儿 爹知道你的心里非常难过 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你 爹 你娘她就最知道 当年我每次出征打仗 她都做好了再也回不来的准备 既然喜欢一个当兵的 你的心里应该有点准备 人没了 你就是把天给哭下来 也无济于事 闺女 闺女 要学会认命 爹 您放心吧 我知道了 孙儿 老爷 孙儿心重 她要总是这样可怎么办呢 我的女儿 我知道她 她能听过去 老爷 这可真应了你说的那句话了 这打仗的事 极凶难料啊 过真这得胜就给撂那儿了 可咱小孙儿是一根筋哪 我就怕她这日后的婚姻大事 可怎么办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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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櫃瓢 母亲 母儿 德盛哥 我想 我想现在就把身子给你 我把身子给你 不管将来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都不会后悔 喜儿 山本君 那个可是德国人的教堂 我们如果进去了 会不会有外交上的麻烦 麻烦 我们也要进去搜 为什么 我们政府正在跟清政府谈判 这意味着我们随时可能撤退 我一定要在撤退之前 抓住那个杀了我三名士兵的家伙 必须 走 走 不好了不好了 不好了 日本人上山上来了 咱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你不要着急 他们是军人吧 是啊 他们还带着枪呢 我就说了嘛 你留下来肯定会给我们惹麻烦 您不用为难 如果是我给你们带来的麻烦 我现在就走 好好好 这个麻烦我认了 如果我把你交给日本人 还望回来会杀了我 好 快跟我走 兄弟 藏起来 藏好啊 搜 每个角落认真搜 是 中文啊 这是教堂 你们日本人不能这样 没有礼貌 现在是非常时期 礼貌先放在一边吧 你们跟中国人打仗 不要忘了 我们是中立的 战争就在你身边 中立 别做猛了 给我搜 是 你们不能这样 打开 慢 这是过去神父的灵教 下次看看 连死去的人你们都不放过 别动 别动 在这儿 报告 人在这儿 好 带动 走 走 快 走 快走 快走 怎么样 没事 站住 别跑 没事吧 走 走 快点 上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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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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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这个道 到了 到了 慢点儿 来 来 好 来 安全了 安全了 兄弟 你这是干什么 海王 你这次救我一命 你真的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我叫你兄弟 你又给我冒出一个什么 再生父母来 这不差杯了吗 来 来 来 起来 起来 兄弟 既然你们俩这么有缘分 干脆一劫金兰 拜个把兄弟就是了 好 海王 明月在上 沧海在下 我刘德胜 我龙海王 今天结尾生死兄弟 多好啊 好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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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兄弟 来来来 干干干啊 恭喜你们发财 来 牛大人 发财 发财 牛大人 牛大人 好好好 牛大人 牛大人 来来来来 poster lin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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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cio 你意思是那位 牛大人 是你看住他 是 是你的铃uations 他我以认为有营 sixteen多玉籽 你好 你好 牛大人 这位是日本银行的辅导先生 牛大人 幸会 幸会 你是 我是日本证金银行的代表 这是我的名片 请您多多关照 这个人叫辅导 听说牛大人有一大笔资金 正在找一家银行 我想我们日本证金银行 是您最适合的 爷们儿呢 是有一笔银子 一时半会儿也花不出去 不过我想存在哪家银行 那得看哪家银行给我的条件 比较优厚 我才能存在哪家银行 牛大人 不管他们汇丰银行给您多少 我们都比他高一成 而且还有不菲的佣金 好 只要你说的这个是真的 那我觉得还是公平的 好 那我就恭候着您的光临 好 好 再见 牛大人 这查理先生还有话要跟你说呢 这样啊 我抽出时间来 专门到你们那个银行 我去跟你面谈 好吧 哈哈哈 Mr. New You are so polite to Japanese 牛大人 查理先生不太理解 您为什么对日本人如此的恭恭敬敬啊 哈哈 日本人 给我的利息高啊 而且 还有佣金 牛大人 我对此 也觉得非常不理解 日本人击败了北洋水师 对对对 您还差点因此丢了性命 您跟他打交道合适吧 打仗 那是朝廷的事 赚钱做生意 那是我个人的事 总而言之 这是两码事 好 我们主要谈谈参谈 查理先生有事 那怎么 改日再谈 啊 改日再聊 改日再聊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 致使日军占领中国大片国土 北洋水师全军富亡 兄弟 1895年四月 清政府与日本政府 在日本马关签订了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中规定 中国将台湾岛 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并赔偿日本军费 你什么写什么了 两万万两白银 我们要赔日本人 两万万两白银哪 什么 两万万两白银 我的娘啊 那堆起来不是个年山吧 这日本人真要喝咱们中国人的血啊 还有呢 咱们要白白的 把台湾岛割让给日本呢 这朝廷真是窝囊窝囊啊 兄弟 朝廷的事再也管不了 只怕着跟日本人谈判土荡了 挺了战你好回家 一事半会回不了家 我回不了家 我回不了家 李鸿章 跟日本人谈判 被日本人刺杀 伤势严重 中日谈判中断 回不了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营乔 端过来 夫人 得生了娘的好儿子 到今儿可 你走了整整一百天 娘给你蒸了一碗 白玉珍珠 儿子 娘的好儿子 夫人 您别太难过了 要保重身体 小小子 坐门棍 哭着喊着要媳妇 要媳妇 干什么 也能说话过日子 小小子 坐门棍 哭着喊着要媳妇 要媳妇 干什么 也能说话过日子 你干什么 你看呀 小孙儿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一个人不声不响 但立天了 她呀就是心里憋得慌了 你却也没有什么用啊 再说了 这事儿就得靠熬日子 慢慢消化 不行 我得过去问问 好 嫂儿 别干了 歇会儿 我来 好 我一会儿要去娘娘宫 烧香磕头 天都这么晚了 去那儿干吗呀 今天是得圣哥 一百天的祭日 我要求娘娘 保他早早往生 那这样吧 要走就快走 趁着天还亮 走吧走吧 少爷回来了 老爷正着急等您呢 是你自己等我吗 真的 好情是为银子的事发愁呢 真鬼啊 嗯 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钓鱼去了 不对吧 我怎么听说你是专门接小碩去了 爹 是啊 但是没接上啊 要你多嘴 儿子 咱别总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行不行啊 爹 你这说什么话呢 我的意思是说 没影的事就别强求 那小碩心里啊 只有刘德胜 嗯 刘德胜不是死了吗 就是轮 那也该轮到我了吧 孩子啊 像这种事是急不得的 就是 啊 就算小碩答应嫁给你了 那也得等个一年半载的 等把刘德胜这事量下来 你现在主要的心思 应该放在咱们家的生意上 家里生意我没说不管哪 嗯 说吧 啥事 我想啊 开一家专门销售咱们小蘸米的公司 把咱们整个小蘸米啊都包下来 嗯 妹子 嗯 听见了吧 爹的野心大着呢 爹 你知道洋人馆这叫什么吗 啊 叫垄断 垄 垄什么 咱爹啊 还要置办新机器呢 准备开咱们天津卫头一家的 西洋机器粘米厂呢 好啊爹 您说我能帮您做什么 哎呀 买这么个洋机器得花多少钱哪 咱家账面上的现金又不够啊 只有去借 我走了几家银号 那利息太高了 简直就是宰人哪 你 你干嘛找那个土银号啊 那租借里头不是开了几家外国银行吗 银行 去那儿贷款啊 啊 我跟洋人借钱 啊 不不不不不我不跟他们打交道 我一句洋文都听不懂 我出来吃亏没别的了 爹 您忘了 我哥那洋话说的可是拱瓜乱手的 爹 洋人是精明 可人家的银行有明文规定 有法律保障 再说了 还有我呢 能忙您 那你赶紧去外国人的银行 给我问问借钱的事 好嘞 哎 利息高了我可不干啊 知道了 好 先生里边请 牛大人 那咱们就说定了 好 欢迎您下次再来 只要您能答应我的条件 我的银子肯定放到你的银行里 里边请 一定 一定 先生里边请 好好好 大人请 好 好 大人 请 师父 跟上他 牛大人 到了 小怀 你这空给大红买点水果 怕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 好嘞 牛管带 别来无恙啊 你 你还活着 鬼 鬼 你仔细看看 老子是鬼吗 啊 李小鬼 你没死 托你牛大人的福 老子还活着 你想干什么 想跟你聊聊 聊什么 你可别胡来啊 胡来 谁 老子今天就胡来了 你敢打我 打你 老子还要宰了你 走 上哪儿 你干什么你 快点 你 哎呆啊 哎呀 李小鬼 你想干什么 你可别胡来 别别以为我怕你 善恶到头终于暴 街灯 走 与来神 这一拳 是为雷达胜打的 这一拳 是为我自己打的 这一拳 是为那些死难的兄弟们打的 我今天 把你带到这个地方 就是要把你埋在这 好让那些死在海里的兄弟们背下眼 饶命啊 正规 你白白良心想想 我牛灯营对你可不薄啊 当初是我要带你逃命的 可你非非叫着刘德胜 你狼心狗非 日本鬼子一开炮 你们几个当官的就跳上小艇跑了 你们根本就不管兄弟们的死活 兄弟们全死在了海上 你说我能放过你吗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有钱 我全给你 你要多少 我都答应你 你多少钱能买回刘德胜的命 能让那些冤死的兄弟们活过来 兄弟 饶命 饶 饶命啊 你今天就是说出大天来 我也不会放过你 饶命 饶命 让我说一句话 行不行 你说 人死不能复生 你就是杀了我 刘德胜他们也活不过来啊 我知道 你跟你爹都是将军实惠的 咱们今天就挑明了 你饶了我这一条命 我保你 我保你日后 肯定能用得着我 我肯定能帮你大忙的 行了 你少用这些花言巧语骗我 你想蒙我 不 不 不 我绝不蒙你 我跟李中堂李大人是什么关系 你是清楚的 而且 现在我又接了新的差事 朝廷 要在你们小镇 建造新的军营 这里边有很多银子 都给我扭登盐管呢 你可以升官 可以发财 我保证你 我保你李战归 随心所愿哪 我保证你 银子 两千两 买机器 开年迷场 够了吧 这什么呀 这 这是咱们天津未开的 邮政储蓄银行 存银子的折子 你只要拿着这个折子到银行去 人家就会给你白花花的银子 真的 当然了 这我还能蒙你 利息多少 这 这么低啊 这不可能啊 哪个财主会让你占这便宜 我 我这还能蒙你 娘 你看 爹 不是 给您办成那么大的事 您总得犒赏犒赏上吧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是省油的灯 从账上画二十两 二十两 您也忒抠了吧 那是两千两白花花的银子 佣金怎么也得三五成 三三五成 你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呀 我这家里又不缺你吃缺你穿的呢 您就别管了 要不二百 你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用啊 我 儿子 什么事要花那么多银子 娘 爹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哥这钱呀 是要花在高家身上的 闹了半天 你还惦记小孙儿那点事啊 这是 我看你这事啊 是瞎子点灯白费了 对 爹 您不给是不是 好 你 我呀 就把这银票 退还给人家去 来来来 那 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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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还不行吗 阿姨 这是什么呀 我给你还给你 这个呀 是装米的袋子 米不都是装在大袋子里吗 这个袋子怎么这么小呀 这个可以随时戴在身上啊 我知道了 是不是 戴在身上就不会饿肚子了 还行吗 我给你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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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怎么了 阿姨没事 出去玩 乖 乖 听话 走去吧 走 你说你是不是又走心思了 直到现在 我都觉得他还活着 我总是梦见他 他在叫我的名字 他在跟我说话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谢谢你的关心 你不用特意跑到这儿来看我的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穗儿 我有话要跟你说 有什么话你说吧 我跟得胜分手的时候 他对我说了一番话 他说什么了 你说呀 他到底说什么了 他说他很便捷 就这 他还说 还说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 他到底说什么了 他说 如果他回不来 让我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这话是你辩的吧 向天发誓千真万确是得胜说的 穗儿 如果我骗你天打我雷轰 穗儿 我真的没有骗你 就算你没骗我 可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听这些话 穗儿 我知道你的心情 我也是一千个一万个希望 这一切不是真的 可是 咱总得面对现实啊 现实 你不要再说了 别说了 小碎 怎么了 我得胜人已经不在了 再怎么仇也没有用的 我给你爹知道 你这心里难过 可是总这么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呀 放心吧 娘 娘 我没事的啊 闺女 娘看着你整天 这么愁眉苦脸的 娘不安生啊 闺女 你坐着别动 娘去看看 老爷 我听着这房上有人呢 谁 下来让爷见识见识 谁 在哪儿啊 爹 让我去 爹 一定是苏儿彪的那帮土匪 回来报仇来了 大爹 咱可得小心点啊 你保护你娘 几个小毛贼不足为据 小毛贼 是想找我高不吝报仇吗 好啊 我的大门天天敞着 你们来一个 我宰一个 小心 你保护你娘 小心 几个小毛贼不足为据 小毛贼 是想找我高不吝报仇吗 好啊 我的大门天天敞着 你们来一个 我宰一个 小心 一定是孙儿彪子 啊 虽然是在哪里 可五 腳 合同 虽然有点 哎 尚爷 好香啊 华子 听刘公道回来 还没吃过你做的饭呢 尚爷你告诉我想吃什么 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我想吃你 行不 尚爷别开玩笑了 真的 尚爷别告我了 你喜欢的是小孙姑娘 那也不妨碍我喜欢华子 家老爷看见了 您嘀咕 我爹出门了 掌葵 你在哪儿呢 过来一下 二位爷来了 来 里边请 先生 您好 您好 需要取钱吗 取银子 爹 怎么了 好 给 来 先添张单子 好 好 好嘞 请稍等一下 这就是洋人开的银行啊 当然了 听气派 这还有假 先生 您的银票 我得瞧瞧 哎呀 哎呀 爹 嗯 这么大的银行还有假 呵呵 这个不错啊 拿着这张折子就取钱 这好好 啊 你以为白给啊 您得先把银子存起来 您才能取银子 哦 闹了半天 这钱还是咱的呀 哎呀 您这 快走吧 放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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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大人的光景 谢谢 谢谢 行行行行 行行行 行行行 谢谢各位大人光临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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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恭喜 来 来 来 谢谢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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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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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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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行 好 恭喜啊 恭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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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气派吧 我带着小战的父老乡亲来向你们恭贺啊 没那点儿银子啊 没那点儿银子啊 能这么快开养吗 你别跟我这儿老王卖光 以后啊 这都是你的 爹 别忘了 还贷款 我真假 我只管花钱 以后还钱是你的事 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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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啊 三德兄啊 真是气派 气派 我带着小战的父老乡亲 来向你们恭贺啊 谢谢 高大人 您这字真是给我长脸哪 刚进饱满 今天无论如何啊 咱得多喝两杯 好 一醉放休 我带您进 请请 请请 谢谢 谢谢 请请 请请 恭喜恭喜啊 王友老弟 谢谢 谢谢 三德兄啊 这新买卖开张 恭喜 恭喜啊 恭喜 恭喜 光有啊 我这个骨针公司啊 资金雄厚 如果你愿意的话 把您的白玉珍珠 拿到我这儿来卖 就算您入股 等年底分红的时候 我保证您赚钱 好好好 咱们再商量 再商量 好好好 请请请请请 请 里边请 来来来来 你也来了 来来来 谢谢谢谢 您请 您请 赞金雄老弟 恭喜恭喜啊 牛大人 你来我高兴 好 这是我弟 李先生 恭喜恭喜 恭喜 同喜同喜 请吧 请 请 请 刚刚这是谁 牛灯 牛 牛 牛灯营 就那个在流宫岛当逃兵 在海上害死得胜的牛灯营 对 谁让他来的 你 我把他撵出去 你 你 不 怎么了 他差点害死我儿子 我还给他好吃好喝啊 爹 实话跟您说吧 您手里的那两千两银子 就是从他手里带的 他手里有十几万两银子 全是国库里的公堂 这怎么可能呢 他打了败仗 还当逃兵 爹 你怎么就 就不明白了 大清朝根本就不在乎 你打的是败仗还是胜仗 根本就不管你是英雄还是个狗熊 关键看你有没有后台 关系硬不硬 后台 他有什么后台啊 硬着呢 谁呀 李鸿章 李鸿章 真的 爹 我去照顾他 爹 你还去李三德那儿啊 帖子都送到家里来了 还是要去的 爹啊 他们做买卖搞名堂 抢走了咱们家的主顾 您还去给他们捧场 哎呀 儿子 钱 要赚 人更要交 都在一条街上住着 低头不见抬头见 不去不合适 老板老板 街上都说 朝廷把台湾倒 割让给日本人了 你胡说什么呀你 你看哪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爹 割让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咱们的台湾 白白的送给日本人哪 把台湾倒 白白送给日本人 那咱们成什么了 成什么 就是亡国奴 就是亡国奴 赶紧给我关门 关门 咱们得赶紧回台湾去 回台湾去 爹 素儿啊 身体好些了吗 别正想去看看你 好些了 但是我有一个坏消息 又出什么事了 洋人的报纸上面说 朝廷把台湾倒 割让给日本人了 而且还要陪日本军队 两万万两百一 你看你看 这又是洋人的报纸 我看他洋人的报纸就爱胡说八道 现今的皇上和皇太后 那都是盛名之君 你说这怎么可能吗 但愿是造谣吧 要不然大清朝也太窝囊 这是造谣 爹 爹 爹 战魁阁来了 哦 快请他进来 放儿 放儿 爹 我先回房间了 老爷 林少爷来了 哦 高大人 展魁啊 你们家今天开业很是热闹啊 托大人的福 这是干什么 啊 这个 这不是第一次开业吗 为了答谢各方贵宾鼎力相助 晚辈 特意为您 准备了一份博礼 张魁来了 高夫人好 这个 给您老准备的 日本产的仇子 还有这个 干嘛呀 又不给我 这是日本产的 太魄飞了 来了 小花 小花也有 看 这个 送给您 我的 接着 这个送给您 这 这是什么呀 西洋巧克力 吃的 来 尝尝 好吃吗 好吃 喜欢吗 不对呀 怎么了 这些人一份 怎么有我大姐的呀 当然有了 我姐是谁呀 能没有吗 好 好 好 哇 鑽石 鑽石 真漂亮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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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看看 展规哥给您买了特别特别漂亮的首饰 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 无功不受禄 我干嘛把药人家东西呀 这怎么都是白药呢 人手一份 瞧瞧我这个 西洋巧克力 再说了 那战规哥 他不是想娶你当媳妇吗 谁说我要做他媳妇了 大姐 得胜哥也不在了 那战规哥 他总比别人强吧 傻小子 你就别瞎操心了 大姐 我可告诉你 这两天咱爹咱娘 一直把战规哥挂在嘴边上 孙儿啊 你爹叫你过去呢 战规来了 你看 我不去 怎么不去呢 走吧大姐 快点 人手一份 走吧 好 大姐来了 小孙儿 姐 小孙儿 我们家公司开张 我准备了几份玻璃 给你的 战规哥 谢谢啊 不客气 爹我们先下去了 好嘛 别推 走 走走走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真的不能收 哎呀 这算什么呀 你就收下吧 对不起 我战规哥 我不能收这个 快收着吧 娘 快收着吧 啊 高大人 你看小孙儿不给我面子 您说句话呀 哦 不客气 孙儿 战规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哪 你就收下吧 小孙儿啊 收着吧 小孙儿 小孙儿 谢谢 不客气 小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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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点 这片 这片 区官 一共是一两银子零十个大宋 好 啊 给我银子 先记着 回来 本店盖不收账 给我银子 没点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 没银子 你甭想走 怎么着 不就一顿饭吗 还想把人扣在这 老板 想吃白饭是不是 给我搜 搜 来 搜吧 老板 她一个大胆也没有 好啊 看来今天是存心想吃白饭 今天拿不出银子就给我打 爸 哎呀 哎呀 兄弟 别打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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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谁让他吃饭不太钱呢 吃饭 把今儿的饭钱送我的 够吗 走 好 兄弟 你这么破费 想必是孙儿彪子 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力吧 小白子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哪 您说 你们还要打高不吝的主意啊 他可不好惹 再说还有毕帖长那会儿人 所以才要兄弟帮忙 好吗 高大人你看 这礼下一过 咱小战阵的盗农们 已经开始拉荒放水水地了 你这个山东汉子 都会变成孝战人了 毕竟我在这小战 已经住了四五年了嘛 好啊 那师傅 我倒要考考您 您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 要年年放水冲地呢 这丫头 咱这是片盐碱地 放水冲地 冲走盐碱 没有了盐碱好重水稻啊 我说的对吧 嗯 说的是啊 都说我们小战米好吃 有味道啊 就完全靠着这个水 而这个水可不是一般的水啊 嗯 小花 嗯 你别光想着考师父 嗯 爹 想问问你 其中的道理 嗯 这可难不住我 嗯 那您听好了 自光绪元年开始 淮军周盛传周将军 就是为了开垦小栈稻田 开河挖渠大兴水利 将玉河水引至小栈 灌干万亩稻田 嗯 这玉河之水 是从哪儿来的 来自上游张河水 张河水 又从哪儿来的呢 来自上游黄河水 那么黄河之水 有什么讲究吗 黄河水来自西北黄土地 这一路啊 带有大量的泥沙 这就有了淡水陡泥之称 好 就说说这淡水陡泥之称的意思吧 就是说 一淡的水 就有一陡的泥 这泥里面呢 含有来自西北黄土地 带来的上好的肥料 这上好的肥料 恰恰可以化严谨而成营养 嗯 说得好啊 真不愧我高不立的女儿嘛 是啊 这水 就如同是咱小栈的水 血脉啊 如果没有了这些水 哪儿来的什么小栈道 所以 毕师傅 辛苦你了 烦请您最近要长看着一点 不让上游的村子 截断了咱们的水源 高大人请放心 小栈的乡亲 划前请我碧铁掌台 就是在这儿捷固衍生效力 我会尽职尽的 尤其是在夜晚 烟价防范 这个事情出不得半点疲劳 是 你放心吧 哼 巴拉雅啊 消息可靠吗 我把小牌子给收埋了 他是不敢说谎的 哼 看来 高不利是很担心上游的水被人断流 对 你想 如果上游的水下不来 那小栈的几千亩稻田的盐碱 就抽不干净 那稻子不就得当刻了吗 好 这一次 咱们就来个什么东西西 来 兄弟们 来 干了 来 干 干 高大人哪 谁 爹啊 来人了 高大人哪 高大人 怎么都来了 咱们各户的水渠都干了 各家各户的地里全干了 这怎么办呢 前年上面几个村子就干过一次 这 这又来了 肯定是上面几个村子干的 过期因为水啊 还跟咱们打过架呢 就是 这人物地一时 地物人一年哪 如果再不浇水 那 那可就耽误插秧的季节了 是啊 不会啊 怎么用水 不都商量好了吗 是啊 就因为小战是贡民 上面几个村子 就一直嚷嚷着不服气 这不明摆这是挑事吗 高大人 您得为我们做主啊 照他们讲理去 对啊 毕师傅呢 他在外边巡逻呢 叫上他 上去看看 好 走 走 走 咱们都去 这都尋重 走 爹 我陪您去 爹 我也去 小花陪我去 皆是在家护院 驾 站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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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师傅 咱不能都去了 万一村里有什么动静怎么办 这样吧 你通知大山大河还有小梨巴他们 都留在村里 好 那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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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前面就是了 走 快 快 驾 驾 小梨巴 石头 大河 你们几个先回去吧 为什么呀 高大人说了 咱们是去谈判 又不是去打悬架 你们赶紧先回去吧 万一动起手来 师傅呢 你们还不放心吧 赶紧先回去吧 万一那边出了什么事呢 师傅小心哪 师傅小心哪 好了 放心吧 走 我们走 走 走 跟上 走 跟上 走 走 快点 走 走 快点 走 快点 跟上 快点 跟上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 等等 买个回了咱这 快点 高布林跟笔铁长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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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上去了 高布林这回终于中落的气了 只要抓着他家人 就不信高布林不亲自来赎人 对对对 到那个时候 咱们再慢慢地收拾他 用他的脑袋 激进我大哥的在天之灵 大胡子已经带人到高家了 好 弟兄们 你这乖乖的在这儿等着 接应我们 是 是 发了眼 走 好 走 祝你们马到宫城 你别拽我 你要去看小孙 拽上我干什么呀 好妹妹 你就帮帮哥哥不行吗 小孙儿是女孩子 有你在我说话方便呢 他对你爱搭不理的 我还跟你去一起丢人啊 他身体不好 给他送点补身子的 他还能怎么着 俗话说得好 不看僧面 看佛面 有你在 他肯定会笑脸相迎的 好妹妹 哥哥求你了 好吧 我只能舍命裴君子了 这就对了嘛 再说了 到了高家 你还能碰见高阶似的 他可是特别喜欢你哦 你别乱点艳艳谱 我可不喜欢他那傻样 人是傻了点 可是不糊涂啊 妹子 高不令 在咱们小战势力最大了 将来你要是嫁到他家 哎呀 你还是先想你自己的事吧 别老提我 嘿 好 先想哥哥的事 走 您说小碩会嫁给咱们少爷吗 不好说呀 小碩对留得胜 那可是一根筋哪 不是吧 哦 娃子的心思我知道 是不想让少爷 娶媳妇吧 嗯 你看你 你瞎说什么呀 你们 别动 别动 走 你们干什么 快走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别动 快走 大哥 高布林的女儿儿子都不在 只剩下一个婆娘了 你们干什么呀 你就是高布林的老婆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带走 走 走 救命啊 快走 打 快跑啊 孤匪来了 快点跑 快点 快点 快走 快回家吧 快走啊 怎么回事啊 土匪来了 都跑到高大人家去了 等一下 快跑快跑 怎么办 两哥 得不滚 湛桧哥 来 小林宝 快 起码去报滚 就说 咱小战来了土匪了 好 等等 土匪来了 快跑啊 你要说 抄了高大人的家 保证他们会立刻出动 快去 好 大和 快 骑马去上游 告诉高大人 土匪抄了咱们的后路 让他们火速返回 明白 知道 知道 少爷 你们几个 跟我去抓土匪 走 走 走 快走 你可不能去啊 土匪杀人不眨眼啊 哥 妹子 你怎么没看出来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我去了 什么良机啊 哥 这不是 你吗 你… 就知道 放开我 起床 快走 你放开我 站住 你放开我 站住 我站住 我求求你 掌葵 各位好汉 我求你们了 千万别委屈我们家夫人 不用求他们 求求你们了 走开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就到高大人家 帮女人抢钱财 你们就不怕王法 李掌葵 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你把道给我闪开 之后咱们无仇无怨 你们只要把高夫人放了 大道朝天 你随便走 你要是不放 今儿也就横在这儿 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兄弟们 不给他们啰嗦 走 站住 站住 不许走 不许走 男子汉大丈夫 名人不做碍事 你们把上游的水断了 蒙骗人家高大人 上上游去查水 然后抄人家后路 你们这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呸 我们是调虎离山这遗迹 就是专门对付高不立 这只老狐狸的 兄弟们 不给他啰嗦 走 站住 打不过高不立和毕师父 就绑人家女人 你这事要传出去 我想全天津卫都会耻笑你的 人家听说了一定会问 瑟尔彪子裤装里 有没有那俩担子啊 你们说 他有没有那俩担子 没有 没有 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我毕了你 你 你看 你们看啊 这叫本事吗 拿着枪指着人家 我持守空拳 你这叫本事啊 有能耐放下枪 一对一 来啊 来啊 再杀上几个回合 来吧 来啊 来啊 大哥大哥 大哥 大哥 大哥大哥 大哥 别理他呢 咱们走 高不立毕铁掌就回来了 看见了没有 这孙二彪子 还是怕高大人和毕铁掌啊 一听名字 你看 就慌了吗 屁股尿流 老贼 哥 兄哥在此撒业 大人 老爷 老爷 老爷救人啊 娘 都起开 大人 娘 娘 娘 老爷 狗不立 好啊 来得好 你瞧见了 娘 你媳妇在我们手里 你只要乖乖地跟我们走 我就放了她 爹 爹 你不能去啊 爹 高不立 如果你今天再敢耍什么花招 别怪我不客气 死亡妖子 兄弟放肆 冤有头债有主 你不就想找我高不立报仇吗 好啊 把我绑了去放了我夫人 好 痛快 来 你一个人过来啊 爹 爹你不能过去啊 你不能过去 你没看见 你娘在他们手上呢 爹 我跟他们走 杀手的 爹是 他们 要的是爹 老爷 你别过来啊 老爷 如果万一回不来的话 还请父老乡亲 多照顾我的家人 爹 爹 爹 拜托了 爹 爹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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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别开 别 别 别 高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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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高夫人 高夫人 张魁 高夫人 张魁 高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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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魁 给我追上来 高夫人 高夫人 毕师母 小篱笆已经去曝光了 这怎么办 想必这个时候 官兵肯定在大陆上 这些个土匪 肯定会走那个小路的 他们只要走小路 高大人就会有救了 他们要走小路的话 一定要走那座桥 对 说带人埋伏在那个桥下 大探个措手不及 大哥 大哥过来了 走 好 走 走 撤 快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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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人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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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给我杀 杀 杀 救高大人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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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 撤 撤 来了 驾 撤 撤 快 躺起来 快 快点 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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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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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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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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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大人 你没事吧 快 别让这个狐仔你去傲了 你放心 大三哥 狗大人相绝 好嘞 走 你一个都不能跑了 你们弟兄们 给我杀 赵奎 我杀你 小心 赵奎奎 小心 你 走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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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哥 你别去拥抱大人 你 张春哥 你 张春哥 你 张春哥 走 四秒子 你 我杀了你 好 张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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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这样 姐 我大姐呢 那儿呢 大姐 大姐 你怎么来了 出事儿 出大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了 除非把了咱爹和咱娘 真的 那 没事儿 后来咱娘被咱爹给救了 咱爹被湛奎哥给救了 湛奎哥为了救咱爹 竟然挨了一刀 要紧忙 现在在英租界医院呢 咱爹说让你赶紧过去看看去 走走走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换身衣服啊 好 还是你心疼我 还有心思说笑话呢 差点没把人家给吓死 湛奎 哥 湛奎 哎呀 哥啊 哎呀 湛奎啊 哥 让我看看伤到哪儿了 啊 试试 别大惊熊怪的 哎呀 没用事儿 你就是擦破了点皮 你 你 大夫说伤得很严重呢 你这个傻小子 我知道你想讨高不吝的好 你差不多就行了呗 你还真刀真枪玩命啊你啊 你忘了 在刘公岛你死过一回了 哎呀 说实话 哎呀 一开始吧 我是想装着来着 可是我看着孙二彪子那盛起凌然的样子 我就来气了 哎呀你 哥 你就吓唬爹和娘吧 爹 娘 别听他的 他呀是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这回你的终身大事差不多了吧 哎 哎 哎 那个 孙二彪子他们抓着没有啊 差不多都抓起来了 什么叫差不多呀 那孙二彪子呢 跑了 怎么能让他跑了呢 你不把他抓住 将来他不得回来啊 你就踏实的养伤吧 躺着吧 躺着吧你 张奎哥 孙儿 乔孙儿姐 孙儿 你也来了 张奎哥 我听说你受伤了 差点把命搭上 爹 苗 让我哥休息一会儿吧 哦 哦哦哦 你 你们聊 啊 啊 你们聊 你们先回去吧 来来来来 张奎哥 来 没事吧 来来 怎么了 怎么了 张奎哥 怎么样啊 伤得重不重 让我看看 哎哟 哎哟 疼不疼啊 挨 挨了一刀 能不等吧 我看你还是在医院里好好养伤吧 养好伤之后再出院 老住这儿 也不是个事儿啊 家里天天送饭 多麻烦家里 没关系 我和小花来照顾你 你要是想吃什么我们给你做 真的 那我太有福气了 呵呵呵呵 你就安心养伤吧 没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